你说最担心的就是分拆 譬如刚才你如果跟别人那些比 你美国的科技公司你最多只是 因为其实现在都没有定义苹果为垄断的 你最多就被人说这些东西 或者令到你那个垄断的力度是小了 就未至于去到这些 其实是可以打压到你 当然这是最坏情况 但是你很难去预料究竟会怎样做 因为如果在中国的政策上来说 其实是偏向是要找多个要去高增长 推动你们的科创 推动大家科创 再推动你公司的盈利 再帮你的股价做好 这个不是政府想需要的东西 政府其实需要稳定社会 那就变成了那个政策上是会有这些的情况 我想如果这些中国的一些科技公司 你说如果有个投资的角度 我想就比较保守一点了 现在有个看法就 那当然啦 这一期你会有一些短暂的 其实拼短暂这件事情就很简单 你拼不到呢 拼错了呢 你就看着那些位置 拼错了就走人 这样就控制风险 如果这样选择这一类型的股份的话 好啊 那我们 我们